中国女排再战泰国 双方苦战至第五局 姑娘们拒绝逆转 今天带大家看一场中国女排对阵泰国的比赛 这场比赛双方场上拼得十分凶狠 一直战至第五局才奋出胜负 那么这场比赛的最终结果如何呢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022年女排亚洲杯半决赛 中国队迎来了老对手泰国 由于这场比赛将决定谁能晋级决赛 因此双方一上来就形成了僵持 场上你一分我一分展开了激烈的对攻 泰国队充分发挥小凯琳的打法 给中国队造成了不小的威胁 始终占据着微弱的领先 双方先是战成了13比12 中国队落后一分 随后泰国队开始做出调整改变 通过灵活的战术核对落点的把控 打了中国队一个措手不及 中国队虽然全力进行冲击对手 却由于着急开始频频出现失误 被泰国队抓住机会屡屡得手 将比分拉开到了16比12 逼得中国队不得不要了一个暂停进行调整 可惜这次的调整并没能受到太大的效果 泰国队预战欲勇成胜追击 进攻端神出鬼魔让中国队防不胜防 防守端密不透风 多次将中国队进攻拒着门外 而中国队这一段时间则打敌毫无张法 始终难以形成有效的攻击 泰国队将优势进一步扩大到了24比18 率先拿到了局底 随后中国队虽然再次顽强地追回了一分 但还是被泰国队以25比19赢下了首局比赛 比赛来到第二局 经过短暂的休息调整 中国队逐渐找回了状态 上来就与泰国队形成了僵持 双方先是战成了7比7平 随后中国队率先取得突破 在保证遗传到位的情况下 加强了进攻质量 特别是吴梦杰和庄宇山的不俗表现 给对方形成了很大的威胁 泰国队虽然极力做出对抗 但一时之间也难以找到好的应对之策 中国队将分差拉开到了18比12 姑娘们这一局打敌非常主动 特别是在适应了对方打法后 更是连续暴击得手 打敌对方节节败退 泰国队虽然多次进行调整改变打法 想要将比分追赶回来 但这一局姑娘们没有再出现失误给他们机会 随着泰国队拦往失败 中国队要25比20扳回一局 比赛第三局 这一局中国队依然保持着良好的竞技状态 上来就是火力全开 牢牢掌控着长山的局势 建立了8比6的领先 泰国队虽然及时要了一个暂停 想要打乱中国队的状态节奏 但是却没能起到太大的作用 回到长山的中国队 不仅没有因此而受到干扰 反而相互之间的配合更加流畅 姑娘们各显神通势不可挡 以时间打敌对方溃不成军 中国队一鼓作气 将比分扩大到了24比14 拿到了本局的局底 随着泰国队二传出现失误将球打出锦 中国队以25比14赢下了第三局 比赛来到第四局 这一局对泰国队至关重要 泰国队只能放手一搏 进行背水一战 因此一上来就发起了凶狠的搏杀 与中国队展开了激烈的对抗 双方先是打成了7比7平 泰国队这一局打敌非常主动 彻底放下了包袱 打出了自身的优势 不断地用小快灵的特点 在场上打出精彩配合进攻 在双方的僵持中逐渐占据主动 中国队则由于心态不稳 开始出现无谓失误 被对方抓住机会 连连强攻得手 取得了23比17的领先 中国队对健壮 及时调整了心态和战术 开始发起了强有力的反击 打了泰国队一个措手不及 将比分追赶到了22比23 可惜这样的状态并没能保持下去 泰国队反应过来后 没有再给我们机会 最终泰国队以25比23 再次将比分翻平 比赛来到了生死第五局 这一局中国队没有再给对方机会 上来就是一顿疯狂输出 姑娘们在场上各显神通 都是拿出了最强战力 很快就确定了10比5的领先地位 中国队虽然取得了领先 但姑娘们却没有丝毫放松 他们始终保持并高度的警醒和昂扬的斗志 不给泰国队任何反击的机会 面对此时永不可挡的女排姑娘 泰国队始终难以找到好的突破办法 只能眼睁睁看着中国队继续扩大战功 以14比9拿到了赛点 随着吴孟杰4号为重力扣杀得手 中国队以15比10赢下了决胜局 最终以大比分3比2战胜了泰国队 取得了比赛的胜利 成功杀进了决赛